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 至今已經有2656名的確診者死亡 年齡從11個月到108歲都有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坦承 疫情已經超出港府的應變能力 新一波的疫情就嚴峻以百倍計 換句話說 超出了我們特區的應變能力 力都是以百倍計 所以在2月初 就是農曆新年之後 看到疫情的急速惡化 已經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請求 而根據香港大學醫學院的推算 這波疫情在上週五已經到達頂峰 預計5月確診數字 會從現今的5位數下降到2位數 而這一波估計會造成508人死亡 預計下個月每日確診數字 會降至1000人以下 並且在5月中進一步降至雙位數 由推算這一波疫情 在5月的時候累計有430萬人染疫 大約5000人死亡 如何快速讓確診者的人數下降 港大表示包括增加病床的數量 盡早為高風險的人士提供新型的口服藥 加快養老院的疫苗接種率都很重要 過去林鎮召開記者會都會摘下口罩 這次一番常態的戴口罩上場 顯示香港的疫情相當嚴峻 至於香港的全民強制檢測 林鎮表示還在規劃中啟動的時機待定 TVBS新聞 焦漢文 陳向如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